文敬平 大家有多深愛香港這幾個國家 香港這幾個國家 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17日,先講一單花水好不好?話說印度果汁廳的意料亂真,於是乎充當果汁,什麼借汁? 這個老闆亞米爾,於是被人當場捕獲,顧客各樣,憤怒的民眾,將他捕打,這樣也可以,無奇不有 不過今回就是姓屈的,他真是姓屈的,屈永賢,就講到了很多香港人,原來很多的,他又透露了一些東西 透過BNO5加1計劃,就移民了去英國,什麼不是他老闆,人酒茶梁振英港移居,幹嘛說移民 Anyway,他說是語鼠為悟,可能是倫敦那頭,我不知道,因為我有見過一個年輕人,尊足老鼠 以及他說英國人對那些老鼠,比香港政府對香港人更好 不過,語鼠為悟,就語鼠為悟,他說什麼都好,問題是他的女兒在英國讀書 那即是怎樣,還是最大的老鼠是他的女兒,這傢伙 和人酒茶梁振英一淡淡的,自己的兒子娶個芬蘭妹,是吧? 然後呢,穿起洋服一定是見洋人,他說那些東西,他說得出那裡很厲害 至少,我肯定,屈穎妍是非常精神的一個人,為什麼? 有一種精神上的疾病,令到他很精神,九中食藥 話說,這個是二三年時候,他自己在生活上的一些 不覺意流出來,什麼都好,或者想炫耀show off,什麼都好 語鼠為悟,是不是他去摩洛哥帶回來? 這裡,作家啦,屈穎妍就說自己的女兒在英國讀書 剛剛去完這個摩洛哥旅行,多厲害啊 還要上載了一張去摩洛哥旅行摩洛哥的照片 還要呢,藉此啊,讚文,唱好這個東升西降 會不會他跟自己的女兒不合適,我不知道 有稱這個果然厲害啊,角抹躍的那本愛國文記 那又或者是,不停地 現在V混混去 essentially撒些粉 最近大公文匯東方什麼都齊啊 跟那些天空的藍不停地說 愛國月亮特別正方,武光啊,痘痘痘不平 還要烏魂蓋頂什麼都相販 總之每隔幾天,要歌頂祖國的偉大 结果女儿去摩洛哥的一次旅程,都值此给她拿来做东升西降的主题 当时她说,猜不到西方国家对林牧师的末期黑也,实在是这几年太多了 其实是吗?现在除了黑命贵之外,还有木命贵,很厉害的,只有白命贱 就好了,整天一见到包头各样,就觉得很恐怖,很害怕,你两个争够胆各样 结果她女儿拍了整船都是这些,整车都是这些,很和平各样 所以她是这样说,西方这几十年对林牧师的末期黑也,实在太成功了 反而我见到的就是很和平的他们,比美国欧洲那些安全地说 我有一个疑问的,就是她的女儿当时的装束,我直接怀疑她的女儿都包着头 当然,也可以是她不理你的,人家那些自成一角的,老实说,没人说什么 林牧师其实没什么的,你如果普通那些,但是我们说的是,你不知道哪里收回很多船民 而且,亦不归化了,再加上,这个2-tier producing,双重的准质,就令到很多异象出现 你看到我咬得很紧的很多东西,包括俄乌问题上面,包括以色列问题上面 因为你是看一件事的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错了戒那样的 不过,一句说话而已,逢左必贡,逢亲是贡贡,喜欢的就必定是坏东西,说完 Anyway,话说当时,莫洛古那里,骨穎妍舞女,是获得优待 而且,这个北非国家莫洛古,话说是一带一路最早加入的国家 所以,他说,摩洛古街上面,虽然有很多的特务大片套 但是,这些片套,都很优待她两母女,中国人各样,国家积福 例如,有些什么?玩蛇摊档,就将这条蛇绑住,即是翘住,不要说绑了 在她们的颈子那里,拍照,然后收400元港元 400元港元,人家要训练那条蛇蛇,不要有任何的动作 你知道,这些爬虫类脑袋来的嘛 给回几个钱,很应该,但是屈大作,竟然说没钱,屈大作 就糾纏了一阵,最后,蛇王就指住两个白人 所以,他们说,美国人400元,中国人打折,收200元,这样说的 说话,其实,别人没有给到,到最后,他有没有给呢? 不知道,他没有说到,说善待他们 但最重要的就是,女儿是去英国读书的嘛 天天浸淫在西方的教育之中 那没有的,天天在那里撒粉,是对女儿最好的,是吧? 让少些人过去跟她的女儿竞争嘛 又说人家语鼠为伴,那都送过去? 那女儿就语鼠为伴?怕不怕的?怕不怕鼠鼠的? 不过英国没有矮的,也没有蟑螂,真的 好了,他又厉害的,好像真的作文那样的 一写文章的时候,就将所有东西抛诸老后 甚至乎女儿在英国读书可能,当时写作的一刻都不记得了 替她写得出这篇这样的文章 哎,怎可以不拜道一番呢?是吧? 所以说有时候有些,说到那么响口的时候 那我想屈永然都有收汗到,咦?不是啊! 他是看这个英国媒体啊,跟人走茶梁振英一样啊,化身做英国KOL啊 那我们看一下她文章里面写什么 新移民去到一个国家都有重新开始的准备才行的 话说啦,这几年很多香港人透过BNO visa就去到英国 当中啊,很多都未能够重操故意 要做另一些过去未曾接触过,又或者不会做的工种 那你,看有好有不好啦,这里 就是如果你,很难说的,因为有时候 有些又觉得,做惯office工就不惯那些,搭担台台各样的那些 但是有些又觉得,说不用用脑脑多好啊,我就做一两天当健身咯 因为,很多其实呢,你20年啦,或者21 那买了一层楼,高位放,不是怎么用做事的,就是如果那班啊 那年轻人来说呢,就很难说啦 因为在香港的时候,可能你做一些麦当劳各样的那些嘛 不过,啊,英国都有麦当劳做的而已嘛 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啦,我就不知道啦 能不能够重操故意,就真是很难说的 例如你在香港做导游,你来到这里,立刻做到导游,什么不会的嘛 英文,你就算怎么操练啊,都没可能有这个当地的旅游知识啊 此其一也,其二啦,母语教学,啊,董建华年代搞出来的 就算不是他搞出来啦,以前那些啦,你见叶柳淑儀啊,你猜不到的啊 叶柳姐姐,竟然是香港大学英国文学毕业的啊 哇,那口流利的英文,是不是啊 甚至乎出书教人,叶柳姐姐教你学英文啊,学到好像他那样 证明当日呢,那个英语水平要求不是很高 你有叶柳那样,就可以不倒叶的啦 那时候大学生不多,啊,叫劲的啦,劲的啦 反而时至今日,你没有那么多,就不用吃叶不倒叶,是不是啊 这么说的? 只看学历不interview,你真是被他拋疾啦 话说,原来啊,屈大作啊,叫他屈大作啦 就最近在美国之音那里取材 看到啦,他访问一个来自香港的 哎,原来就是我看到的暴鼠人 话说啊,这名新移民的BNOR 是念这个社会大学啊,不是,是浸会大学的社会政策 毕业之后呢,就做厌楼的工作啊 喂,就是詹sir那些,是不是啊 之前在那里,说英国那些墙空心的 你不空心,冻死你啊 你隔热的嘛,各处乡村就各处里啦 其实香港那些墙,为什么要石屎实心呢,啊 可以抵挡到八级大地椅 问题是这头没有这些的嘛 不过,好在而已,如果不是,山竹吹来的时候呢 都没那么硬正,是不是啊 我还记得吹到那些楼都移动的 而这名BNOR呢,是做过前立法会议员 毛孟静的议员助理的 哇,好彩而已,走了啦 现在移民英国转行在灭虫公司那里,就捉米奇 那主要呢,访问就是,讲他的日常生活 和移民者心态转变 那屈大作就讲到,是令他看到一些 颇为惊人的现象,就是在英国呢 他都是八卦心态看的啦 尤其是伦敦鼠患到底有多严重 找一找鼠王分去捉呢 那就可以越捉越多的嘛 你想坑害这个 伦敦市,你就可以 找这个鼠王分去啦 那屈大作继续讲了哦 根据统计数字,伦敦九百万人 但是老鼠呢,就接近二千万只 平均每人分到两只至三只啦,是 很简单的,你就做多些唐人街的税务优惠 那就可以了,老鼠会不见了 调低一下小小的税率 啊,又或者做一下一些promotion 只要唐人街的餐馆够多的时候呢 我包你没老鼠 煎炒蚊炖炸,啊 啊,广东菜式啊,哪一味啊 都是八中选一的 又或者,之前不是捉了两只老鼠的啊 啊,一个叫韦志良 一个叫中标园 那,罚他们社会服务令 就是去捉老鼠好不好? Anyway,话说有报道指啦 有一名老鼠夜晚呢 是被...啊,不是 有一名女子 不是有一名老鼠 有一名女子 被一百只老鼠在公园那里追责 啊,受伤咯 那还挺凶的啊 在伦敦公园啊 很多东西吃的 那头可能喂白鸡啊 那帮小子 跟着呢,面包碎又到处 那些老鼠就走过来咯 哎,行了 那那位人兄啊 肯定长做长嘔啊 不怕失业啊 所以我们经常说呢 网开一面就是这样的 你要有成效的 显示到给别人看 但同时之间啊 你又不要捉了嘛 捉完就失业的了 啊,永远捉不完的 咦,或者新入行 有人想做的 快点加入 那大作又看回我BNOR了 受访者就在伦敦各地那里呢 包括写字楼教堂 他说呢 倫敦的著名地标 啊,Westminster 也就是西敏子 一样是有鼠患的 而据报道了 其实在20年左近啊 啊,就总共用了 六万四千八百八十磅 即六十几万港币啦 喂,整个市啊 六十几万够不够啊,大哥 那去做害虫控制 很明显是Under Budget啦 搞那么多那些什么Uless啊 各样的空气 那结果人家飘一些 二氧化流过来啊 早前超了标 啊,个个人又不是 呼吸那些毒毒气体咯 你说啦 正如你不停搞环保 中国就卖些环保东西给你咯 同时啦 中国俄罗斯那里啊 天天都噴很多的黑烟出来 先无论你那个环保 即是说什么 明日之后那些对不对先啦 正是以实用度来说啊 啊,你基本上得个饺子 很有这个 特区政府色彩啊 话就说回收啊嘛 你扔下去的东西就这样 车去将军澳 又是表演来的 个问题你表演来给谁看 那么永然又说到 钱花了 但是呢,上下议院啊 仍然充斥着超级老鼠 那些啊,对鼠里已经有抗弱性了 还懂得聪明地躲避陷阵 这么厉害的啊 切想一下啊,如果香港立法会开会途中呢 出现老鼠的时候会是什么惊人的奇景 但原来也是英国议员呢 早以习以为上 他说有老鼠而已 你都不知道哪一部分呢 至少人家开会 天天我见到啊 一直播着的嘛 坐在backbencher那里 没有这些老鼠出现啊 我只见到个议员 不带一只狗进去散步而已 真的有的啊 坐在那里听那样 那只狗又挺乖的啊 那话说屈永远说到啊 国家是鼠患成灾了 官民呢 就只可以 和这个老鼠互相接纳 好好相处 那你立法会开会的途中啊 肯定是不会有那些小老鼠出现的啊 因为在座这么多只都是鼠王来的嘛 石鼠石鼠 无食我书啊 如果要捉 要捉他们自己先的嘛 是不是 而有看这个报道啊 你又知道 英国来说呢 是不容许 对待那些鼠鼠太过残忍的 那所以你才见到啦 啊 灭极都灭不了咯 嘿老实说呢 我又知道怎么捉的 如果你学印度那些这样的话呢 你问辛伟誠吧 用印度那只方式捉啊 哇 效率真是高到呢 哪里会有人给成几十万去捉才行的 根本就不用 也不需要勾筆 不用超知 只是引入这个印度方法 可以的啦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讲人道嘛 不是印度 是人道 那所以呢 就不可以用一些 鼠灵涂炭的方式啊 你又未至于大爱包容的 那但是 那个方法来说呢 啊 结果长做长有啦 都是那句 你做这些工作那些 跟你那些船民一样的 结果批viser那些啦 搞治安那些啦 永远都不怕失业的 原因何在啊 永远都有事他们做 做到不停手 自己引入问题啦 啊 然后再去解决问题 英国政府有时我都觉得呢 是 私承至这个 中国的马克A主义的 好好学习 是什么啊 就是李宗吴的口黑学 保学法啊 啊 一手就刺穿个瓦 那么就建造了五万份职业 另一边呢 就去补回个瓦 他又制造了五万份职业 这些是不是口黑学的啊 利用到口黑学自觉 虽然 鼠患来说呢 就不是保守党政府 又或者工党政府的专利 那但是今时今日你见到啦 工党政府又只有更加口黑学的而已 那我们又是啦 认清哪个是师傅 哪个是徒弟就行了 正宗那只马克A就在中国的 好等这个屈永远讲鼠患啊 香港没有鼠患吗 by the way 啦 你住城市的话呢 可能会见得多这些啦 我真的一次都没见过米奇 不要那么口响啊 啊 以免就是tache or maddickson 但是他觉得多啊 我不是很觉得啊 因为呢 你那些狐狸各样都是周街放那些 老鼠一蜜子一蜜 蜘蛛啊 看得多啊 英国的那些全部都是健康品种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